一枚俄羅斯空襲炮彈 話都還沒說完 一枚俄羅斯空襲炮彈 就在距離男子不到兩公尺的地方爆炸 鏡頭劇烈搖晃 拍攝著戰都站不穩 同伴驚慌叫罵著 只見爆炸後煙霧瀰漫 男子當場倒地 一名同伴衝出去把他拖走 接下來其他人繼續朝對面衝過去 發現還有傷者 倒地的人 凶多吉少 一群人趕快叫醫生 這場面就發生在距離烏克蘭首都基辅 約二十五公里的城鎮伊爾萍 一家三口鎮藥逃生全都被當場炸死 伊爾萍成為俄軍這一波 轟炸的目標 一群外媒記者才剛逃出一棟起火的民房 沒想到又遇上了更猛烈的炮襲 好 開始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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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居民們同樣冒著被炸死的風險趕緊逃命 結果在半路上 來 碰得一身炮弹又打中了后方的建筑物 全部人吓得趴下又赶快往前跑 一群人逃往公路边界的检查哨 乌克兰民兵忙着接应 一手抱小孩推推车 还扶老人家跨过路障 想让越多人尽快搭上撤离公车 但是俄罗斯加速轰炸 还似乎都往平民疏散的方向打 像是这位男子整脸缠着沾满血的纱布 逃过抛袭还余迹有损 而在逃亡路径上连线的记者 又立刻遭受新一波袭击 民众在恐惧之下边哭边跑 光是在伊尔平就有至少八位平民死亡 另外一座同样在基辅外围的城市 有20个社区都被俄罗斯炮火给烘得粉碎 瞬间沦为废墟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境风炸 除了首都基辅之外 还有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以及同样位于北部的切尔尼哥夫 南部的海港城市赫尔松 马里乌波尔都因为两军交火满目疮痍 俄罗斯派出了近20万大军 有超过95%都进入了乌克兰境内 目前也已经发射了至少600枚的导弹 就连中西部的文尼茶市 一座军民两用的机场也被炸烂 俄军声称是完全摧毁 随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证实这项消息 俄罗斯还扬言 下一步就是要瞄准军工设施 首都吉辅遍地都是轰炸后的大火浓烟 就连外围郊区都难以幸免 炮弹把小镇炸个粉碎 攻击瞬间都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一家人就此天人有隔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当局 这样的轰炸是无差别谋杀 甚至把停火撤离 当成引诱平民走出避难防空洞的陷阱 子伦斯基更警告 俄罗斯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轰炸 南部港口大臣奥德萨 子伦斯基不放弃游说北约给战机 但是普京也撂何话 现阶段只能盼望第三轮的会谈 能出现一丝和平曙光 TVBS新闻综合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